大家好,这里是若林故事会频道 今天要讲的故事内容是 我被绑架时,纪尘宇正陪着新欢看日出 漫不经心地对绑匪说 绑着吧,不着急救,让他学学乖 别再来烦我,挺好的 为了活命,我只能主动脱掉衣服 抱住了绑匪头子,颤着声音求他 我会听话,别杀我 后来,纪尘宇终于想来救我了 绑匪头子都笑了 垂头看向怀中昏睡的我 累坏了,不见得有力气跟你走 潮涌的海浪声,透过扩音器 回荡在破败的仓库 纪尘宇的声音漫不经心 带着酒后微醺的慵懒随性 江静月,你现在纠缠我的花样 是真多呀,昨天窜多我妈 向我逼婚不成,今天就来绑架这一出 要死就去死 别耽误我,陪我宝贝看日出 纪尘宇,恐惧的眼泪顺着脸颊 滴落在绑着我手脚的绳子上 我摇头,急切地解释 我没有演戏,不是在自导自演 我也不知道阿姨怎么会突然找媒体 宣布咱俩订婚 求你,你信我一次 来救救我行吗? 呵,就你行啊 纪尘宇冷吃不已 淡淡道,五千万是把我给 绑匪文言,立即开口 五个小时后,东江湾 一手交钱,一手交 人就算了,你们绑着吧 不着急救,纪尘宇的声音里 带着清晰的轻蔑与细血 让他学学乖,别再来烦我 挺好的,这钱 就当你们帮我调教的辛苦费了 你说,真的三个绑匪对视一眼 质疑道 纪尘宇冷冷地笑了 笑意里带着莫名的阴狠 只要你们敢动他 我就敢付钱 眼泪绝低 我悲哀至极地闭了闭眼睛 纪尘宇 原来你竟厌恶我到这个地步啊 纪尘宇 我流着泪 不死心地哀求道 我是真的被绑架了 我不用调教 只要你来救我 我以后绝不会再缠着 纪少 日出了 娇俏开朗的笑声 骤然透过听筒传来 女孩在电话那头开心地喊道 好美啊无恩 纯半丝膜 今夜交缠的声音 甚至连电话这头都听得清清楚楚 不难想象到 这得是多么热烈 深刻的一个吻 绝望笼罩心头 我心如死灰 彻底放弃了挣扎 坐在地上 木然地盯着食指上的 纪尘宇唯一送过我的那枚戒指 笑了出来 原来年少时的承诺 真的不能作数 16岁时 信誓旦旦地说要娶我 保护我一辈子的纪尘宇 怎么就在长大的路上 变了样子呢 抱歉啊纪尘宇 是我错了 一厢情愿地烦你这么多年 对不起 以后不会了 再也不会了 电话那头进了一瞬 随后直接猝然挂断 嘟嘟的盲音回荡在整个仓库 三个绑匪对视鸡眼 最年轻的那个挠了挠头 一脸茫然 不是天歌 纪尘宇这是想救还是不想救啊 我怎么听着他那句 只要你们敢动他 更像是在威胁咱呢 被叫做天歌的男人 呃狠狠地咬了咬牙 管他什么意思 反正咱要的是钱 这女的是他们计价 昨天在新闻上官方承认的未婚妻 只要咱们拍了她的录像 不怕继承语不给钱 说着 天歌从兜里掏出一条白色的手帕 不由分说扣着我的脑袋 捂在了我的鼻子上 一股奇怪的香气 顿时涌入鼻腔 冲了我脑袋都开始发晕 衬衫刺了 医生被扯裂 头顶上传来天歌咬牙发狠的声音 别废话了 玩他 可是天歌 年轻的那个还是犹豫到 咱们本来就准备绑他两天的 现在姬陈宇又不着急救人 我怕时间长了 少爷那边万一知道了 天歌猛地丢了嘴里的烟 骂道 知道了又怎么了 你还真信他会带咱们金盆洗手 气黑从白 他那就是新官上任 做做样子罢了 持家魂黑这么多年 洗白了 他吃什么喝什么 尝点脑子吧你 真要是被发现了 咱们把他送给他完就使了 他调教人的手段 可比咱们高多了 哦是吗 仓库门突然被打开 穿着黑色大衣 身形其长的男人缓缓进门 身后还跟着几个魁梧的保镖 男人淡色的毛子扫过他们 声音轻痴 不如今儿就让你们试试 我调教人的手段 三个绑匪文言 浑身都是一颤 齐刷刷地对着男人跪了下去 少少爷 天歌白着一张脸 急忙指向我 我们给您找了个钮 绝对待经您您看 已经给他闻了药了 直接就能用 男人的眉头随即促起 视线披向了我 眸底闪过一丝暗色 明明顶着一双帅绝人环的脸 却硬是让我浑身汗毛 都惊恐到竖了起来 纵然身体已经开始有些微微发热 但还是忍不住又打了个寒颤 向后蜷缩起了身体 男人健壮 眉间微微挑起 随即走过来在我面前蹲下 从兜里掏出了一把折叠刀 清冷的声音在我听来 甚至比犯着寒光的刀锋还冷 可能会疼 忍着点 这就送你走 送送我走 别别杀我 脑海中的弦彻底崩裂 求生欲望迸发了我的勇气 被绑的双手急忙紧紧握住他 我眨着泪眼望向他 声音祈求 求你了 别杀我 多少钱我会想办法给的 我真的不想在这两年死求你了 男人垂眸 视线扫过我握着他的手 顿了顿 饶有兴趣的眉间微挑 声音低声 这两年死怎么了 我不游得一一夜 这是重点吗 但我也不敢不回答 因应因为 我垂下头 小声道 国家放开三胎了 但现在年轻人 普遍不愿生孩子 所以现在死的话 很大概率会 投胎到那些拼三胎的老辈家庭 我这辈子英年早逝 还没想太多福 现在死真不太合适 男人的神情 显然是愣住了 博唇随即微泯 唇边隐约闪过一丝笑意 我却没心情发现 因为身体里的热浪已然翻涌 有了席卷的趋势 在死亡与被多人糟蹋的恐惧中 我快速盘了一下 自己能保命的筹码 然后 大着胆子凑过去 轻轻吻上了男人的唇 我会听话 不会反抗的 对我怎么样 都可以 整个仓库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男人的眸色 骤然暗了下去 喉结微动 没有说话 我咬了咬唇 依稀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被捆着的双臂 抬起又落下 攀住了他的脖梗 而后 再次吻上了他 男人却轻轻扣住我的脖梗 推开我 拉开了我们的距离 盯着我的谋底 会暗幽深 没打算杀你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我给你找个别的男人 跟了我 可就没有后悔余地了 热浪翻涌 我双眼已然迷离 娇娇缩进他怀里 摇了摇头 跟你 不后悔 既然注定清白不保 那我好歹 得找个帅的吧 下一秒 唇舌被掠夺 男人扣紧了我的后脑勺 酒店的浴室里 淋浴哗哗作响 喘息与暧昧 更是让温度节节攀升 双手被拉高至于头顶 男人将我抵在墙边 强势掠夺 手指却能分神出来 细细地抚摸着我手上的戒指 薄唇清勾 明花有主 还敢勾我 真当我是什么好人 嗯 温水淋得睁不开眼 我浑身脱离 几乎站立不住 一时早已迷离 没主 戒指 不不要了 呵 难怪你是第一次 男人靠在我唇边 沙哑低笑 摘下了那枚戒指 不要了 那就还给他 双臂随即被放下 我无力下滑 只能赶紧攀紧 男人肌肉结实的背 张口的呻吟 乱得不成调子 耻季 我的名字 男人在我耳边 低声引诱 喊我 耳尖叫出声 我的指甲挠过他的背 耻季 季少 海边的躺椅上 娇滴滴的女人 趴在季晨宇怀里 对他的诗神 发出了微微的抗议 而后 凑上来想要吻他的唇 季晨宇却一个偏头 躲了过去 看着旁边桌子上 再也没想起过的手机 皱紧了眉头 将敬月 再打一个 再打一个 我就信你 四个小时 看了二十几遍手机 你至于吗 真担心他 就去看看吧 一旁躺椅上的好友左裴峰 将他的反应看在眼里 不禁无奈摇头 当年你一句求取 招惹了人家的心 长大了又翻脸无情 想做游戏人间的浪子 嫌他烦你缠你管你 这些年 你花名在外 你妈着急 想通过媒体 逼你收心结婚 很正常啊 真不一定是将近月窜多的 而且我颠刺提醒你啊 人心是会凉的 没有人会永远等着你 你觉得你年少时那点信用 还能透支几次 可别等真把人家伤走了 再去后悔 季晨宇的手指微微一顿 垂眸沈默半上 只轻轻的一声冷吃 我才不会后悔 把一辈子都拴在一个人身上 太无趣了 我巴不得他赶紧走 别再拿着十几岁时的那点感情 来死皮赖脸的黏着我 真的烦透了 左裴峰文言 皱了皱眉 刚要再说点什么 季晨宇却不想再听 起身开了瓶香槟 酒夜喷洒间 融入了沙滩上聚会狂欢的人群 左裴峰点唇 暗骂了一句做死的渣男 眼前突然笼罩下一道黑影 左裴峰一冷 看着去而复返的季晨宇 眼神细血 季晨宇冷着脸 拿起了手机 刚解开屏幕锁铃声却先响了 纪少 来电人是季晨宇的助理 刚刚有人闪送了个东西来公司 给您的 寄件人是江小姐 季晨宇顿时冷吃了一下 眼底涌上不屑 突然就感觉自己刚刚担心江静月的举动 就是个傻逼 记得是一枚戒指 我看着 助理顿了顿 像是江小姐一直戴的那枚 纪晨宇的瞳孔猛的一缩 你再说一遍 什么 助理很快就把戒指的照片发了过来 纪晨宇只看了一眼就认出 那是他16岁向他表白时 送给他的求婚戒指 江静月一只宝贝似的戴在手上 纪晨宇的心里突然有种说不上来的滋味 但最后 却都被愤怒覆盖 冷吃着在对话框里飞快打字 自导自演的绑架戏码演不下去了 又玩这出欲情故纵威胁我 江静月 戒指还了 你我可就真凉轻了 以后别再来烦我 消息发出去 却如同时审大海 以往从来都是秒回的对话框里 迟迟没有回复 纪晨宇心烦意乱的网上翻了翻 聊天记录里密密麻麻 全是江静月单方面对他的嘘寒问暖 唇角勾起冷笑事啊 江静月怎么可能不喜欢他 闹这一出 不过又是做戏而已 决心要好好给他的教训 纪晨宇干脆就关了机 绝了他来后悔求和的机会 而后蹭的站起来 猛力摇晃着香槟 喷 酒花喷射 纪晨宇把瓶子往地上衣砸 转头搂紧了怀中的女人 笑得狂放不羁 老子今儿心情好 开酒 第二天我醒来时 实际并不在房间里 头回被绑架 我也不知道跟绑匪头子睡了之后 是个什么流程 是该继续等人拿钱来数我 还是这辈子就得是他的人 跟定他了 又或者 看着空荡的房间 以及没有被绑住的手脚 我想 我是不是可以试试直接走 地上的衣服凌乱 衬衫和丝袜 都被撕裂了 我只能剪出池记的大衬衫套上 轻手轻脚地往门口走去 身后的阳台 突然想起池记痞痞的耻笑 他们三个是你的心腹 又不是我的 哥我这论 他们就是不服我管 依然效忠你的前朝余孽 打残了都算轻的 说着 阳台的门被打开 走出来的池记 没有发现门边的我 只微微把手机从耳边挪开 似乎电话那头骂得有些脏 池记的笑意越发冷了 爸 别忘了 池是现在 我说了算 坏了我金盆洗手的规矩 我就算把他们骨灰扬了 您最好也别有脾气 说完 也不等对方反应 池记直接挂断了电话 眸光微抬 紧接着就看到了我 愣了几秒后 他原本阴郁的眸底 染上些许戏谑的笑意 把我吃干抹镜睡完了 就想跑 我被吓得一抖 连连摇头 没没想跑 此刻我已然想起了 池家池记的身份 帝都顶级黑道贩子 干得全是刀口甜血 行得厉害的买卖 招惹了这样的汉匪 跑是别指望了 听话 才是保命的王道 池记挑了挑眉 栖身朝我走来 步步逼近 只把我逼到门板边上 再无退路 视线从我衬衫下 露着的腿上扫过 神色暗了暗 伸手猛地将我抱起 让我光着的脚 踩到他的鞋上 门口保镖成裙 你就准备穿成这样出去 我看你不是想跑 是想死 其实这样根本站不稳 我只能攀附着池记的驳梗 嘘嘘靠上门板 垂头小声地跟他谈判 我父母都是科研人员 常年待在墨信号的深山 属于社会地位很高 但钱不多的那一类 等他们发现我 并且来交钱赎我 可能要很久 池记微微依冷 随后笑道 跟了我 你不会缺钱 我文言 顿了顿 不要赎金的话 那就是我要一直跟他 我第一次跟人 不不知道是怎么个流程 我需要一直待在这里吗 还还是 唇瓣突然被稳住 池记温柔地在我唇边轻轻啄吻 薄唇勾着笑意 谈恋爱会吗 我愣住了 茫然眨眨眼睛了 身体骤然腾空 池记将我打横抱起 轻身压我上床时 贴在我唇边 滴滴地笑了 就按谈恋爱的流程走 继承宇是在三天后 终于开得及 三天的迷乱狂欢 整个别墅就如同台风过境 至于下满屋的背盘狼疾 与残存的银迷腿烂 连手机都是在沙发缝里 现掏出来的 继承宇摁下开机键 颓然靠在沙发上 冷吃着 等着消息提示音 咚咚弹弹完 这么多消息 肯定都是江静岳发的 一天天的 屁大点小事都要发给他 烦死 这回估计小作文都得刷屏了 提示音终于停下 继承宇伸手点上屏幕 却刚好 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顺势就被他给接了 一看来电显示 对 他骂 估计又是被江静岳 搬来荡球和说客的 继承宇皱了皱眉 刚要开口 他妈焦急的声音 却先传了出来 儿子 你联系得上静岳吗 他怎么三天 莫回我消息了呀 是出什么事了吗 七分的九亿 顿时退了五分 继承宇蹭的一下 从沙发上坐起来 眉头皱得更紧了 联系不上 冷不丁 他的脑海中 闪过了三天前的那桶 关于绑架的电话 江静岳还没完够 继承宇敏 审着脸 按下了拨号键 说不清心底是什么感觉 恐慌有 但更多的 还是厌烦的愤怒 江静岳这回真的过了 喂 电话接通得很快 但响起的 却是陌生男人 低沈阴雅的嗓音 继承宇的表情 骤然将注 心直直坠落 凌晨三点 江静岳的手机 是个男人接的 这两个认知 最终结合成了绑架的事实 恐慌在一瞬间 席卷了心头 继承宇猛地攥紧了拳 声音都蹦紧了 地址给我 我现在就去熟人 电话那头顿了顿 似乎是笑了一下 但也莫多说什么 只温柔阴雅地轻轻开口 今儿就算了吧 累坏了 你就是搬出天王老子来帮忙 他也不见得有力气跟你走 继承宇猛地一下站了起来 牟底带着清晰的聚颤 几乎是在下一秒就怒吼出声 猛地踢翻了面前的茶几 眼底一片心红 你他妈碰他了 谁他妈准你们碰他的 我不是说了会给钱吗 别墅的人都被吓蒙了 仿佛按了暂停键似的 谁都没敢动 只呆呆地眼睁睁看着继承宇 在一瞬间红了眼 眼底盛满了令人心惊的杀意 脖梗上的青筋都抱了起来 缓了好几口气 才终于压抑了些许情绪似的 抹了把脸 怎么给钱 怎么熟人 持继垂眸 看了看怀中沈睡着的女人 突然就想起了 他下午说墨前给熟金时的委屈表情 轻轻勾起了唇角 五千万 打他卡上就行 我是在第二天早上 才知道自己被熟了的 持继站在床边 卖幽幽系好衬衫的袖扣 神色淡淡 且自然而然地 将冲好了电的手机还给了我 昨晚送回来的 已经修好了 半夜你睡住了 我替你接了前任哥的一个电话 给你额了五千万的零花钱 瞳孔骤然放大 我茫然接过手机 看到屏幕上那一百多个位接来电时 整个人都傻了 居然全是寄成鱼打的 持继显然也看到了这个数字 淡淡挑眉 可能是我太会聊天了吧 他挺意犹未尽的 这 这 这叫意犹未尽 持继弯腰拿起西装外套 搭在手臂上 衬衫西裤勾了出他的宽肩窄腰 看得我脸不禁一热 脑海中浮现起了这几天的放纵与缠绵 持继将我的反应看在眼里 勾唇笑了笑 俯身在我额头上印了一个轻柔的吻 乖 别勾我呀 不然一会没法走了 我的脸瞬间爆红 持继温柔的揉了揉我的发 淡然挑眉 回去替我跟前夫哥带个好 嗯 不愧是大佬 真大气 但随即 悠悠悠音做的补了一句 敢就情复燃的话 骨灰给你俩羊了 那三个绑匪虽然被处理了 但毕竟是持继手底下的人 真要是牵扯起来 会有点麻烦 所以 他不太方便送我 我是自己打车回的 没有回我自己家 而是先来了一趟季晨宇他妈这里 我爸妈的工作性质摆在那里 常年见不着人 所以 我基本上是跟着季晨宇 被季阿姨一同照看长大的 静岳 没事了呀 回家了 季阿姨红着眼眶拉着我的手 满脸愧疚 季晨宇则坐在对面沙发上 反常的一言不发 只是从我进门 就一直盯着我 不满血丝的墨色眸子里 呈着令人心惊的灰暗 季阿姨喊了他两声没喊动 干脆也不管他了 抹着眼泪跟我道歉 静岳 是阿姨对不起你 都怪阿姨考虑欠妥 只想着逼晨宇这混小子赶紧跟你结婚 没想到会导致你被绑匪盯上 这也幸亏他们只是要钱 这要真把你怎么样了 我怎么跟你父母交代 沙发骤然发出一声巨响 沈默至今的季晨宇 仿佛不知道被哪个字眼刺激到了似的 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 拽着我便向楼上走去 他的手很凉 冰块一样 我大力正了正 硬是没正开 季晨宇 你松手 季晨宇却对所有的惊呼 从耳不闻 拽着我一路上二楼 强硬地将我推进某间客房的浴室 反手锁上了门 声音极冷 手指却在微微颤抖 洗澡 季晨宇你有病吧 我真的莫名其妙 甩开他就要出去 我干净着呢 洗个屁澡 季晨宇却一把将我拽回来 用像是要杀人寻仇一般的眼神 紧锁着我 他呢 我不经意愣谁 季晨宇脖梗上抱起了青筋 似乎连说这个名字都带着滔天的怒 昨晚接电话的绑匪 我哑然失笑 趁他分神正脱开了他的手 有没有医众可能 他是救我的人 不是绑匪 呵 季晨宇怒急返校 几乎是咬着牙道 就你就到床上了 就你需要碰你吗 说实话 我不懂季晨宇现在是在气什么 很难猜到嘛 我吃笑一声的 我是被绑架 又不是去度假 没被折腾的半死 我已经该庆幸了吧 幸亏绑匪头子是持继 幸亏那天他来了 幸亏他要我了 这话说完 季晨宇愣了几秒 随后便反映过来我话里的含义 神情骤然崩裂 愤怒粉碎 转换成了谋底的无措 我 我没想到是真的 我只是以为你在演戏 我以为 他们是你过来逼婚的 如果我知道 我轻吃一声 打断了他 再回想起那天的情形 心底却是一片死寂的平静 你不知道吗 不是你说用五千万做感谢费 让他们帮你调教调教我的 本来只需要给钱就能解决的绑架 因为你这一句话 成了对我的一场教训 要不是我被救了 现在估计已经被轮完一圈 拍了无数凌辱视频了吧 季晨宇 恭喜你 我真的学乖了 以后再也不会缠着你了 季晨宇的表情 僵住了 眼中浮现出好像一枪怒火 被水尽数浇灭的灰败颜色 腮帮子微微鼓动 像是在咬牙 沈默半赏后 他终于说服了自己似的 艰难的张了张嘴 忘了吧静月 忘了这场绑架 忘了那个男人 忘记你们俩 话头猛的顿住 季晨宇的嘴唇颤了颤 到底是莫说出后半句 深吸了口气别开脸 语气更缓了许多 就当 一切都莫发生过 你想跟我结婚 可以 除了爱情和专一 我都可以满足 一瞬间 我甚至有点 怀疑自己是不是幻听了 季晨宇刚刚是说了巨人话吗 他是不是忘了 当初是他主动招惹的我 他向我表白 向我求婚是16岁 不是6岁 长大后 他轻描淡写的先翻承诺 全然没想过 已经被招惹 爱上了他的我 该怎么收回给出去的心 就像一条被收养 又被抛弃的流浪狗 无错委屈悲悯 却又很难再回归到流浪的生活 最终 溃败在爱而想得的渴求之下的 扭头追在了主人的屁股后面 姚威起怜的想要重新得到曾经的温暖 其实有时候这条狗我也会想 当初不如 就别收养我 别来招惹我 还是别了吧 愤怒委屈等等情绪交织 最后只剩下自找的无奈 我垂下眸子 笑得平静 别勉强自己 我已经放弃了 不会再喜欢你 烦你了 所以 真没必要做这么大的牺牲 都过去了 以后你可以尽情去过你的潇洒人生了 我这番话 说得真心实意 可姬陈鱼反倒对我这样的听话 更不满意了似的 眉宇之间闪过一丝莫名的慌乱 语气紧接着变得嘲讽又烦躁 说得倒是好听 不缠着我这话 你自己信你做得到吗 做不到就别勉强 我又没说非让你从我世界里消失 我只是不能给你爱情 又不是 我的视线 定定地落在无名指根上 那里曾经一直戴着一枚戒指 但摘下来其实不过三天 就连痕迹都不剩下多少了 就像我一直抱着七记 不愿死心 不愿放手的过往 说放弃 也不过就是那一瞬间 姬陈鱼 我做得到 姬陈鱼的眸子猛地咪了咪 眸光深邃地盯了我几秒后 最终笃定了我一定会打脸似的 勾了勾唇 你最好是 我必须是 脑海中莫名浮现出迟记的脸 骨灰的 这天之后 我信守承诺 最大限度地拉开了跟姬陈鱼的距离 不再随时随地地 给她发个种有意思的东西 也不再关注她跟任何人是暧昧 还是亲你 更不再有事没事地就出现在她面前 连有她在的共同好友聚会 我都不去了 期间 姬阿姨也察觉到了我的疏远 给我发过几次消息 但几次下来 便看出了我的态度 悠然地叹了口气 咱们终究是没有婆媳缘分 一个多月后 圣诞节这天 左裴峰来了我的逃一方 看着我一脸平静地指导着学员做逃 挑眉笑了笑 敬月 这回认真的 真不理那做死的渣男了 我择了一声 拿眼神扫她 大过节的不在家陪自己老婆 来我这晃有什么劲 不怕好不容易追回来的老婆又跑了 左裴峰的笑立马没了 随手抄了个小泥团子 轻轻丢向我的围裙 我来关心我妹子 妹子扎我废管子 说完 又没去世地拍了拍手 从椅子上下来了 将一份手写的请柬放到了桌上 但粉色的纸张上 一手秀气的簪花小凯 一看就是她那位练书法的老婆自己写的 我跟媳妇结婚三周年 反正陈宇肯定会来 你随意吧 不来我也能理解 说完 左裴峰抱起身侧的那捧玫瑰 冲我抬了抬下巴 示意要走了 只是走到门口却又停了下来 回头看了看我 静月 陈宇她心里其实是有你的 这一个多月 她看着过得潇洒 新欢一个接一个 但其实 经常就看着手机发呆 在等你的消息 我倒不是替她说话 是不忍心你多年的坚持 眼瞅着 真就守得云开线月明了 却又这么错过 所以多嘴提一句 具体怎么选择 看你 哥都支持 你要想重新开始 哥立马给你介绍新的 店门突然从外面被拉开 迎客铃发出清脆的叮铃 一身黑色羽绒服的池妓 伴着纷扬的雪花走了进来 麻烦嚷嚷 池妓淡淡的开口 声音清冷 左陪峰盯着她的帅脸正发冷呢 冷不盯回神 急忙让开路 道了声抱歉 只是走出门前 又回头看了池妓一眼 眼底露出衣服思索的疑惑 似乎是在回忆 自己到底在哪陷过这个人 下雪了我台没看了看外面 笑了 圣诞节下雪 真应景 嗯 池妓点头 没有说话 只是趁着学员们都探头看雪时 走过来 俯身快速着吻了我一下 她的唇 冰冰凉凉的 却把我惊得眼睛都瞪大了 称怪的轻轻打了她一拳 眼神凶狠 干嘛呢 还有人在呢 池妓却撇唇挑眉 理直气壮的样子 作为你偷偷摸摸藏着掖着的男朋友 偷偷亲你 是我的基本素养 省得耽误你哥 给你介绍新的 我 哪有藏着掖着 明明都光明正大 谈了一个多月了 只是我最近为了避计成语 现的人少 莫几个人知道而已 墙上的时钟 敲响六点的暴时 我对迟记歪了下头 对学员们宣布了下课 等到最后一个学员被父母接走 天色已经彻底暗了 街边亮着节日的氛围灯 配合着芬阳的雪花 倒是平天一股浪漫 迟记从背后拥住我 将我拢入怀中 薄唇轻轻落在我的耳畔 嗓音此兴 氛围都到这了 偷摸约个会马女朋友 择智人 莫完了 晚上十点十分 我常年不怎么活跃的朋友圈 更新了动态 圣诞快乐 替有某位阴阳怪气球官宣的偷摸歌 而佩图 是我与某人十指紧扣的手 左裴峰终于还是想起了 池记是谁 池记 25岁 接任池氏的最年轻少东 尚未当天就宣布 要翻了他老子的黑道旧路 金盆洗手 勒令整个池氏 都不得再干任何白道之外的勾当 并且凭这一己之力 在短短半年内 就让零起点的池氏 跻身到了帝都排名前15的知名企业 这样跌血风云的人物 咋会出现在江静岳的小小桃一方里 总不见得是去学手艺吧 手机嗡嗡震动 群聊里突然炸开了锅 卧槽江静岳官宣了 而且我发现了重点 他们牵手的背景是床 晚上10点哦 这是注意起了 是跟陈宇吗 不是 昨晚陈宇一直在我这喝闷酒呢 似乎等谁消息呢 盯着手机等了一宿 群里煞事安静了几秒 随后有人默默地发了一句 不会是等江静岳吧 消息莫名尴尬 停在了最后这句 对话框里再也没有人发言 左陪峰心里一审 急忙退出来 翻开了江静岳的朋友圈 看到他纤细食指上的那枚戒指后 瞬间抽了一口凉气 撕完 做死的渣男终于做死了 圣诞节后的第二天是个周末 逃一方不开门 我从迟记的住处出来 没有先回家 而是特地去了烫商场 给左陪峰夫妇挑了份三周年的鹤礼 可 捎带手 还给某人买了条领带 当做补上的圣诞礼物 叮 电梯门到了 我自己住的公寓所在的楼层 而后向外打开 我刚抬头要迈不出去 眼前却骤然扑过来一个黑影 身体被重重推到电梯箱壁上 我痛呼出声 却被霸道的亲吻给堵了回去 嗯 浓重的酒气萦绕在鼻尖 继承宇双眼星红地捧着我的脸 近乎啃咬式地吻着我的唇瓣 疼得我直皱眉 放开 我拼命地推嗓着继承宇的肩膀 在他的舌尖蛮横撬开我唇齿的瞬间 重重地咬了下去 撕继承宇吃痛 总算放开了我 我半刻也不敢停留 脉步便跑 可刚跑出来没一步 手腕就被拽住了 我他妈能吃了你呀 跑什么 继承宇死死拉着我 怒吼出声 我甩手就把手里的礼盒 全都砸到他头上 那请问你 刚刚是在犯病吗 是 继承宇抬脚将散落在地上的盒子踢散 胸膛剧烈起伏 视线死死盯住我的无名指 好像下一秒就要铺上咬断我脖子似的 你昨晚去哪儿了 为什么一夜没回来 我只觉得莫名其妙 我去哪儿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吧 继承宇的身体猛地颤了颤 伸手抹了把脸 眼神凶狠 他是谁 好熟悉的问题 我抬起头 静静看他 没回答 继承宇自己就已然意识到了 脸色变得煞白 不知是醉意 还是怎么的 身体微微晃了下 手臂撑住了墙 是他逼你的 没有 我们只是在一起了 继承宇闭了闭眼睛 眼下眼底的崩裂 跟他分了 你不是想跟我在一起吗 行啊 我们在一起 你跟他断了 我可以当做什么动漏发生 说完 继承宇轻轻叹了口气 像是对什么无形的力量 彻底妥协了一般 江静月 你赢了 这段时间 我很想你 我们在一起 以后我不会再有别人 哦 我明白了 感情他这当我昨晚的官宣 是玩着手段 刺激他呢 继承宇 我不是你 我分得清自己的内心 我喜欢你 我就追得坦坦荡荡 才不会幼稚到用找别人的方式 去论感情上的输赢 继承宇的脸色 在瞬间变得煞白 手指向内拳起 却始终攥不成拳 眼眶通红 露出一个难看至极的笑 不可能 你明明那么喜欢我 怎么可能这么短时间内 就跟了别人 我扯唇笑了笑 雨带讥讽 嗨 年少时的喜欢 哪能当真啊 不想再跟他扯皮 我说完便走到家门口准备开门 密码滴滴音响 开门的瞬间 身后却想起颤抖的祈求 那我从现在开始 重新爱你总想吧 这次 换我追你 我慢动作一般的回过头来 满眼都是不可置信 早干嘛去了 现在跟我玩扯平 玩重新开始 继承宇露出挥败的神情 突然就觉得难受到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我那时只是还默爱上你 或者说 是默发现自己爱你 裴峰说的没错 他是真的打脸了 总说着自己绝不会后悔 可当看到 他牵着别人手的照片时 他却毁得 恨不得把那男人撕了 这是他的江静月呀 一直跟在他身后 只要回头 就会在的江静月 怎么半路 就被别人拐跑了 孰不回来了呢 呵 成年人怎么可能连自己 想要什么都看不懂 不过是装聋作哑的 有恃无恐罢了 爱而不自知 这套说辞 往往都是傻逼用来掩盖 自己贪心不足的借口 电梯口 池记不知何时站在了那里 双臂环胸靠在墙边 米色卫衣黑运动裤 居然莫名看着 有点张扬 而继承宇的眸子 在看到池记的那张脸时 猛地缩了缩 眼神里带上了清晰的危机感 显然是已经将面前的池记 跟在晚电话里挑衅他的男人 对上了号 呵 池记 居然是你呀 池记勾唇 时钟指并拢在额前 比了个敬礼 眉宇之间是浑然天成的帅癖 你好 失去了才知道后悔的前任格 继承宇的脸色 煞时省了下去 池记却浑然不觉 他的阴神似的 悠然的视线扫过地上散乱的礼盒 最后 停在那条被甩出来的领带上 抬头看向我 眼底涌现出笑意 给我的官宣礼物 我没好气的 鼓了鼓腮帮子不是 哦 池记嘴上硬着 腰雀随即弯下去 把那领带剪了起来 挂在脖子上 走到我身边 神情坦然 你给我戏 我白了他一眼 拽着他往屋里走 你穿卫衣打什么领带啊 没事 哥怎么都帅 房门在身后关上 我没有回头 却仍旧听见了 身后那句唱网失落的尼南 可你当年 明明是为了我才学的打领带 在某位持性大佬的悠悠暗示下 我最终还是来付了 左裴峰两口子的宴 一身西装鼻挺的持继 身姿挺拔 刚一下车 就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伸出手 你好持继 左裴峰 持继伸手回握 笑得同样和善 但说出来的话 却让我忍不住五六五脸 是吧 你也觉得我领带很帅是吧 静悦公开 我是他男朋友那天 送的官宣礼物 我 持继你是真会聊天啊 也是真记仇啊 左裴峰恐怕现在还不知道 这一出 就是因为圣诞节那天的那句 哥给你介绍新的吧 宴会陆陆续续来人 热闹了起来 持继身份在那 就算有心不社交 也总避免不了被拽着哈拉 我找了个安静的角落 一边吃着提拉米苏 一边看着左裴峰在台上 牵着他老婆的手 哭成傻逼 也挺感慨的 左裴峰之前的渣 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追他老婆追的 那叫一个活葬场 但居然玄真让他给追回来了 身侧突然占了个人影 我没有偏头看 但也知道是谁 本来今天到这里 就想到了会见面 比起那天的酒气熏天 继承与今天收拾的也算体面 但神情的憔悴 和眼底的血丝 这人最近过得很不好 静岳 继承与开口 艰难地换了我的名字 看着台上相拥在一起的恋人 对我抬起了手 掌心摊开 一枚戒指躺在他的手心 似乎因为之前太过用力地攥过 在手掌都留下了印子 我们也结婚吧 好不好 抱歉啊 那场求婚 我迟到了这么多年 以后我不会再辜负你了 我会对你好 会这一辈子只有你一个人 我放下了手中的叉子 莫胃口吃了 伸手拿起那枚 曾经一直戴在手上的戒指 在他终于亮起来的眼神中 转身打开了落地窗 戒指在空中划过抛物线 最终 落进了泳池 继承与的身体晃了晃 本就惨白的脸 血色进退 嘴唇捏糯着 慌慌张张地说道 静岳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从前是我不知道珍惜 是我蠢 我在改了 我在重新追你了 可是 你把我删了 继承与至今都不敢回想 昨天发出消息 却被删除时的绝望 就在他好不容易找到了方法 看到希望的时刻 那个红色的感叹号 却撕碎了他崩裂的期望 静岳 我不求你现在就原谅我 接受我 但好歹 给我留条路 行吗 留一个让我弥补 让重新追你的路 出门左拐 带着冷意的吃笑声 骤然响起 我还没回过神来 就被揽入坚实温热的怀抱 慈忌以战有欲十足的姿态抱着我 冲着继承与嚣张挑眉 火葬场了解一下 到时候我去帮你收骨灰 被继承与这么一搅和 我跟池记也不好再待 怕缴了人家的宴 就提前打了声招呼 先走了 不回家吗 我看着池记低头导航的动作 有些疑惑 不了 今儿心情好 带你去海边 看日出 我真信了池记的鬼 是 看日出 但他莫说看日出前的这段时间 是在车里壳 情到农时 醉意乱情迷的那个时刻 池记拉高了我的手 随即无名纸上传来短暂的冰凉感 我一时清明了短短一秒 却又沦陷在他与我十指紧扣的下一秒 左裴峰的电话 是在天刚要破晓的时候打进来的 我浑身脱力地靠在池记胸膛 嗓音里还带着清晰的睡意 怎么了 裴峰哥 但电话那头却并不是左裴峰 而是我们的另一个共同好友 静岳 来看看陈宇吧 他为了捞你丢掉的那枚戒指 在游泳池捞了好几个小时 大冬天的 人哪能扛得住啊 上岸就晕了 现在人在医院 快烧成傻逼了 怎么说你们也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 你来看看他吧 文言 我抿了抿唇 随后单单到人醒着吗 有意识的话 就把电话给他 电话那头静默了十几秒 然后 便是纪尘宇须我沙哑 带着哭腔的嗓音 静岳 我找到戒指了 我我找到了 你呢 纪尘宇 我缓缓开口打断了他 你现在纠缠我的花样 也挺多呀 别再做这些没有用的事情了 别耽误我跟池记看日出 电话那头猛地停住了 我也顿住了 因为就在刚刚 我低下头的一瞬间 看到了无名纸上套镯的钻戒 在骤然跳出来的太阳照射下 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实际伸手搂住我的腰 将我半圈在怀里 另一只手抚摸上那枚钻戒 嗓音低伸 戴了我的戒指 下半辈子就得套牢在我这了 敢跑的话 我的嘴角扬起笑意 眉间清条 骨灰给我扬咯